这款翠生生香脆薯条是吴女士前不久在翠生生食品天猫旗舰店买的 一共36包花了28块多 她上周打开其中一包发现不对劲 我在吃吃的薯条因为我吃东西比较仔细的 然后我看到它是发绿的 然后我知道发绿的土豆是不太能吃的 然后我就去问那个就是我是旗舰店买的我就去问客服 这根薯条的一端看起来确实是绿色的 网店客服回复薯条发绿是由于马铃薯原料绿皮部分 在加工过程中没有去除或者没有挑选干净造成的 然后我就奇怪了 发绿的本来就整个土豆都不能吃了 你没有剔除那你剔除掉就可以给我们吃了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在意的点 我觉得他们这个食品安全不太注意 吴女士现场拆了一包新的没有发现类似的薯条 她说之前也有别的消费者在商家群反映这个情况 网店回复 马铃薯原料首先要经过进口光学分选设备严格筛选 剔除有青头黑头的 再经过人工筛选一道 但任何严格的工序都存在容错率 吴女士说商家已经给她退了款 但她并不在意几十块钱的退款 而是希望提醒大家 她那个销量是很大的 第一方面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在我的圈子里面吃这个东西的人非常多 然后他们还就是广告页上就写着孕妇和小孩都能吃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就发绿的土豆的话 最好大人也不要吃了 你还就是专门写的是给孕妇和小孩的零食 她发青了之后 她其实是当中她出现了那个龙葵碱 就我们也叫龙葵素又叫马铃薯碱 那这个它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毒性在里面的 生物碱的含量一高之后 它就出现一些中毒的一些症状 青的话可能会拉肚子 那严重的就可能出现一个 就是像瞳孔放大啊 休克啊死亡啊 这种症状都会有的 这个植物它是一个整体 我们看到变色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明它这个生物碱的含量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贴了留下来的那部分当中的话 这个可能是要经过一些检测的方式 再去了 但是对我们日常的一个饮食的安全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最好肯定是不要用这一类的原料来做 进入网店首页就能看到 原薯鲜切 小孩和孕妇都能放心吃的健康薯条等字样 薯条厂家是天津海黄食品 吴女士按包装带上的电话打过去 客服提供了另一个号码 后来天津海黄食品厂家一位工作人员留下了记者的电话 表示会有人做出说明 不过截至发稿 记者还没有收到回复 吴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天猫平台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does not get into the video